一個要把話說清楚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 我在上一個VLOG呢 邀請大家留言 問我有關主持行業的問題 如果在這裡就通過一一回議 給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下方 第一次播報的時候緊不緊張 當然 我在電台跟電視 第一次報的都是氣象 就是 東部地區為陣雨 南部地區有多雨 然後北部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快 兩次的情況都一樣 都是我還來不及緊張 我就報完了 我等到爆完了以後才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當新人的時候 比較可惜的是 很多事情我窮緊張 可是我都沒有好好的去感受它 第二個問題 直播的時候 會不會腎上腺素爆發呢 尤其是那種講到奇境了 大家都有特別多話講 那時候覺得那個時間真的是太短 但我還有一個情況是 如果我去放假回來 一回到攝影工 我還是會有點緊張 也跟大家分享這貼士 就是呢 不要去想你自己的表現 你專注在你需要呈現的內容上面 只要不去想自己 而去想事情 自然而然 你那個壓力就不在自己身上了 第三 主持行業的要點是什麼 他問說是語言能力嗎 還是這個內容嗎 等等全部都要包辦 一開始 我在找愛你好的時候 因為也是編導 所以 包嘎了 真的是 什麼都包辦 語言能力絕對還是重要的 可是呢 我會覺得它並不是最大的關鍵 我相信作為主持 或者是很簡單 一個要把話說清楚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的邏輯要掌握清楚 事情發生的邂逅順序 它的潛意後果 你只要擬清脉絡 等到你真的在跟人家對談起來 或是你在進行演講的時候 你不管你的點怎麼跳 你都很清楚 你自己在解釋的事情到底是什麼了 第四 對方如果答非所問回避重點的話 作為主持人應該怎麼辦呢 嗯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覺得如果是現場節目的話呢 第一時間有限 第二 我不清楚對方回避的原因 我可能就會選擇放過 把時間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但如果這是一場預錄節目的話 我可能會轉換幾個方式去問 好像有一年我在國外進行採訪 那個時候我就問一個旅居當地的華人說 你們跟這裡的社群之間處得怎麼樣 也有聽說大家之間好像有點矛盾 但是那個時候那個人很不願意正面回答 後來我試了幾個方法之後 也慢慢反應過來說 他不願意回答可能是因為呢 他不願意再去進一步的 觸碰任何人的敏感神經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理由 但我覺得在很多情況底下 對方不願意回應 這本身已經是一個回應 第五題 這一位朋友是Locus 一位大學生 說他其實很有興趣 要成為你主持人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麼 開始問了一下我的意見 跟你講 從現在開始呢 學校如果有大大小小 各種各樣 不同的表演 比賽 討論 演講 你就自告奮勇去幫忙 當司儀 當主持人 你在學校先這樣子鍛鍊 慢慢慢慢喔 你身邊有 親戚朋友大家在結婚的時候 你就再自告奮勇 去當婚禮的主持人 婚禮是一個最容易開始學習主持的地方 而且呢 也可以讓你的親友好友更加的認識你 會蠻有趣的 這樣子吧 接下來我來做一個 教大家怎麼主持婚禮的短視頻 好不好 覺得這個對你會有用嗎 OK 對於這樣子的內容呢 喜歡的話 請在這裡點個贊 留個話 跟我分享 或是想要聽到哪一方面的內容 也可以在這裡留個話 告訴你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網絡上做相關的話題 我也在邊做邊學 所以可以的話呢 也請你多多的關注 我們大家一起成長囉 OK 講完了 我要去做公聊 就是我要去主持節目了 OK Bye